親愛的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平安 很高興在感恩節的這個時刻 我們也可以一起聚集在這邊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這個時刻 今天是感恩節 在我們今年2013年已經過了11個月 就在這個時刻 你相信什麼 當你去回想你這11個月來你想起什麼 向神獻上感恩 向神獻上感恩 在英國有一個故事這樣說 他說維多利亞女王呢 他去外面他去補償的時候 有一次呢 他自己出門 那他自己出門 突然下午就嚇起了雷震雨 哇這個雷震雨 他想說等一下應該就嚇完了 可是卻不停不停不停的下 所以呢 他就躲到了一間故事裡面 因為他沒有帶傘 他躲到了一間屋子裡面 可是他又必須要在晚上之前回到他的皇宮 怎麼辦 他只能跟那一間的女主人借傘 這個女主人一聽到有一個女生要跟他借傘的時候呢 他沒有想說這個是維多利亞女王 他只想說啊這個人要跟我借傘 可是通常你借人家東西又是不認識的人就會有去無妨 所以這個主人呢 就在家裡挑挑挑挑挑挑挑了一支很破舊的傘就借給維多利亞女王 因為他捨不得如果我把最好的傘借給他 他會拿來還嗎 所以他挑了一支最破舊的傘 借給維多利亞女王 維多利亞女王 沒有說什麼 他就這樣回家了 隔天他請他的大臣送了一堆厚禮 然後呢又送了一支很棒的傘來給這個女主人的時候 這個女主人知道昨天跟他見面的女生 原來就是維多利亞女王的時候 他心裡只有慚愧 因為他竟然跟一個無助的人計較 他沒有收他的禮物 而且這個女主人呢 他覺得這件事情是他終生的遺憾 這件事情是他終生的遺憾 親愛的弟友姐妹 我們要想一下在我們的生活上 在我們的信仰上 我們是不是跟這個女主人一樣 我們有把我們好的東西分享給別人嗎 我們有把我們好的東西獻給神嗎 還是我們就只想 我要自己留著 我不要分享 我們要去思考 當你不出的時候 你後面得著的祝福是你所想像不到的 從11月份開始 我們就進入一個感恩的季節 在舊約的時代裡面 他們會豐收補骨都拿到神的面前獻給神 在這個11月份這個感恩的季節 你要思考在你的生命中 在你的信仰上 你會給神什麼東西呢 你會給神什麼東西呢 在你的生命中 當你回顧的時候 有什麼可以感謝的 有什麼可以感謝的 感恩節是提醒我們 再一次為我們的生活獻上感恩 但是 你可能會告訴我 可是當我們每一天在看電視的時候 我們都看到 有點雙掌 吃的不安全 行的也不太安全 油冷酒降 再來呢 我們的政府也帶給我們許多不安全的決策 跟許多不安全的決定 還有他們也時常貪污 那如果真的要感謝的話 我要謝謝神 我要謝謝神 親愛的弟兄姐妹 你有沒有去思想過神給你多大的恩典 在你無助的時候 在你沒有力氣的時候 神給你什麼東西 神給你什麼東西 今天我們如何在無感裡面 做出有感的感謝 做出有感的感謝 有一個年輕人 他跟我們遇到了一個同樣的問題 他的爸爸媽媽在他小的時候 我們知道 美國人在過感恩節的時候 就如同過年一樣 所以他們一定會考一隻 火雞 但是我們知道 在油電雙掌底下呢 並不是每一個家庭都過得這麼幸福 所以 有一個年輕人 他們要過感恩節的時候 他的爸爸媽媽 為了這一隻火雞 吵了一個大架 因為 他們沒有辦法給他的孩子最好 可是 就在他們吵架的時候 門外就有一個叮咚 就有一個叮咚 這個叮咚 帶給我們的是什麼 這個年輕人一定想說 是什麼 是有人要來討錢嗎 還是什麼 當他的父母打開門的時候 有一個年輕人拿著一隻烤好的火雞 送給他的父母 跟他的父母說 我是你的朋友 這個是 有人托過送給你們的 祝你們感恩節快樂 當這個孩子 站在他父母的後面 看到他們收下這隻火雞的時候 給這個孩子 無限大的盼望 給這個孩子 無限大的希望 他知道 不管他們再怎麼難過家庭 遇到再怎麼樣的困難 都有人 在關心他們 都有人在關心他們 所以這個小孩子 在當時刻 他的生命有了改變 因為他知道 就算在困難裡面 他也能看見希望 就算在最無助的時候 他也能看見希望 所以他想說 以後只要我有能力 我也一定要去幫助別人 在他18歲的時候 他沒有賺很多錢 他沒有賺很多錢 他也是一個經濟收入 很普通的百姓 但是在感恩節那一天 他去幫助了兩個家庭 第一個家庭 那個媽媽自己獨立扶養 六個孩子 當他去把感恩節的火雞 一樣送到他們家的時候 當他叮咚 他的媽媽來開門的時候 大聲喊 你一定是上帝派來的 你一定是上帝派來的 再來他把火雞 送到第二個家庭的時候 也一樣幫助了那個家庭 但是他在每一次 打開那個門的時候 他都跟對方說 我是你的朋友 我要來幫助你 祝你感恩節快樂 隨後他會留一封信給他們 希望你們在感恩節的時候 也能這樣幫助別人 也能這樣幫助別人 以後你們有人力 也期待你們 可以把這樣的禮物送給對方 後來這個年輕人 他繼續努力 他繼續努力 他用著一個很美好的新生活 他用著喜樂跟胖胸過 他的人生的時候 他成為了一個很有名的心理諮商師 他是美國柯林頓總統的心理教練 這個人的名字叫做安東尼羅平 如果你有看過幻醒心中的巨人 跟激發心理前提跟一分鐘的巨人 這是他寫的書 在他的分享說 如果他的生命裡面 沒有那一個年輕人的幫忙 沒有那一個在感恩節當然還小的時候 幫助他的那個人 他可能不會得到這麼大的改變 他可能不會得到這麼大的改變 親愛的弟兄姊妹 在羅賓的生命裡面 你發現什麼 他因為別人的幫助 讓他有一顆喜樂的心 從小開始過他的生活 一直到長大 我們知道他懷著一個喜樂的心 今天保羅我們看的經文 他也跟我們說 要常常喜樂 要常常喜樂 這是一個做基督徒 這有的 這需要有的一顆心 要常常喜樂 要常常喜樂 我們知道 人對一些美好的事物很容易健忘 但是如果今天有人欺負你 你一定忘不了 人對每三個事情很容易健忘 但是如果有人欺負你 如果有人對你不好 如果有人欺負你的小孩 你一定忘不了 你一定忘不了 我們知道在以色列人 就是如此 上帝實行了很大的實生機 他用了實災 帶領他們脫離法王的時候 而且呢 當他們在曠野的時候 上帝用火柱用雲柱帶領他們 而且不愁思 對不對 還為他們預備了麻麻 但是以色列人說什麼 哎呀我不要啦 我不要 我要回去以前啦 為什麼你們要帶我們出來 怎麼這麼的不好 以色列人忘記神給他們的神機 這麼棒的神機 這麼好的應許 每一個時刻無時無刻的同在 以色列人完全忘忘忘 他們記得的是什麼 他們記得的是他們為什麼會遇到這些苦 他們記得的為什麼是他們這些 遇到這些苦 親愛的弟兄姊妹 當我們在想以色列人的時候 你想你的生活跟以色列人一樣嗎 我們的政府不夠積極 我們的家庭不夠關愛 我們的孩子不夠聽話 還是我們在每一天都獻上感謝 我們在這一年裡面 我們獻上了什麼感謝 今天鐵薩羅里加說 要常常喜樂不住的禱告 凡事 賢 後面說了一句很重要的話 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里 向你們鎖定的旨意 這是神要我們去做的 身為一個基督徒 要常常喜樂不住的禱告 凡事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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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知道喜樂是一種選擇 今天 當你遇到一件事情 你可以選擇 你要喜樂跟不要喜樂 親愛的弟兄姊妹 神把這個選擇放在我們的心裡面 你可以選擇 你針對這件事情 你要罵你的孩子 還是告訴他 你下次可以做得更好 這個喜樂是放在我們心中可以選擇 但是在神的旨意 他要我們選擇的是什麼 要常常喜樂 要常常喜樂 我們知道喜樂不是來自於環境 而是來自於我們的心 來自於我們的心 這兩個人 左邊這個是拿霍倫 拿霍倫 右邊這個是海倫凱樂 我們知道拿霍倫 他擁有所有的名利跟財產 海倫凱樂 他眼睛看不到 比聽不到 但是拿霍倫說了一句話 他說什麼 他說在我的生命中 找不到六天快樂的日子 在我的生命中 找不到六天快樂的日子 這個人有權有名利 大家看到他都認識他 他說哇 你這是一個太棒人 可是 在他的生命中 他說我找不到六天快樂的日子 可是 這個海倫凱樂 他聽不到也看不見 他說 我覺得我的人生是如此的美妙 他們的心境有什麼不一樣 他們的心境有什麼不一樣 親愛的弟兄姊妹 你想要擁有什麼樣的人生 握在你的手中 握在你的手中 保羅今天提醒我們要常常喜樂 你有沒有發現 保羅今天所說的這三件事情 要常常喜樂 不做的禱告 凡是寫恩 這三件事情 其實是連貫在一起 為什麼 要常常喜樂 為什麼我們能喜樂 當我們在禱告的時候 我們會有盼望 當我們有盼望的時候 當我們覺得我們的生命 是如此美好的時候 你自然會感謝 神把這三件事情 很簡單的提醒保羅 要常常喜樂 不出的禱告 凡是寫恩 因為我們可以把這三件事情 時常放在我們的心中 我們知道 當我們用 感謝跟美善的角度來看的時候 你會發現 一切都不一樣 一切都不一樣 有一個弟兄當他生病的時候 他住院 那他必須要花錢買空氣來吸 當他在住院的時候 他說了一句話 他說 我們每天這麼平常的呼吸 我們都不覺得什麼樣的了不起 可是當他一天花八千元 來買這個呼吸的時候 買這個空氣的時候 他發現原來我們平常在恩典當中 我們都不知道 我們都不知道 親愛的弟兄姐妹 我們每天呼吸的這麼自然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這都是神所嘗試的 你沒有辦法用錢買雨水 你沒有辦法用錢買空氣 你沒有辦法用錢買太陽 這些是我們做不到的 這些是我們做不到的 的確一個人再怎麼會賺錢 你時常擁有的東西 你會發現 原來這一切都是神所嘗試 這一切都是神所嘗試的 當我們在恩典裡面 你會發現基督徒 有一個很不一樣的東西是 我們會禱告 我們會禱告 你在吃飯之前的那個謝飯禱告 其實就是最簡單的 凡事謝恩 你在吃飯之前 最簡單的那個禱告就是 你看見神的恩典在你的生命當中 所以你凡事謝恩 再來 我們知道 當我們向上帝獻上感謝的時候 就是在見證神的恩典 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當我們向神獻上感謝的時候 就是在見證神的恩典 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今天你會向誰獻上感謝 你會隨便把一個路人告訴他說 啊謝謝你喔謝謝你喔 如果你告訴他這樣 他一定會嚇一跳 所以我們知道 當我們會跟一個人謝謝的時候 我們一定是得到他的恩典 得到他的幫助 如果我們跟一個不認識的人 一直謝謝的時候 一直是在別人 所以我們知道 當我們在謝謝感謝神的時候 就是在見證他的恩典 就是在見證他的恩典 有一個牧師 他知道有一個年輕人很驕傲 因為他的數學很強 他的數學很強 他的功課任何方面都很強 特別在他的數學的能力方面非常的強 可是這個孩子非常的驕傲 當這個牧師去探訪這個孩子的時候 他就跟這個孩子說 我知道你數學很強 那我要考一個題目來問你 我要考一個題目來問你 你覺得在你的生命當中 你如何數算神的恩典 你如何數算神的恩典 這個牧師就問他 一年有365天 365天有幾分鐘 有幾分鐘 這個孩子呢 很快就算出來了 有526500分鐘 那他說 那請問你 神給你怎麼樣活著 用呼吸 你平均在一分鐘裡面呼吸幾次 17次 那你在一年裡面 你呼吸了幾次 他說 893萬5200次 那牧師又跟他說 好 那你很快就能算出這些神給你的數字 你很棒 很厲害 那你可以再去算更多的東西 你去算 神 創造了幾顆星星 你去算神 創造了多少樹木 多少花草 這個年輕人最後只說 這個數字太大了 我算不出來 牧師告訴他 可是這都是神給你的恩典 你每一天從早上開始吃早餐 從你走出去看到太陽 從你在晚上的時候 看見星星月亮 這些都是神給我們的恩典 這些都是神給我們的恩典 所以親愛的弟兄姐妹 在你的生命當中 你看見什麼樣的能力 你得到神很多的祝福 其實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我們有很多可以感謝的 我們今天能坐在這裡 我們就要大大的感謝神 我們有健康的身體 我們就要大大的感謝神 當你去思考 你要怎麼獻上感謝的時候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個 昨天我像 如果你有看電視 你晚上有看電視的話 你都會看到金馬獎 那我們知道在前陣子 有一個金鐘獎 有一個金鐘獎 在金鐘獎的時候 他有做一件事情就是 你得獎了 你就要上台領獎 當你上台領獎的時候 你第一個要說的就是 智蟹齒 可是我們知道 有些人一上去就 歐美婷 講不完 所以時間就會拉得很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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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做了一個規定就是 當你超過一分鐘 麥克風就會一直想想想想想想想 提醒你不要再講了 那我們知道 在上次金鐘獎 有一件事情是 大家在那一分鐘裡面 講得完嗎 講不完 他們就會一直講講講 麥克風一直講 然後他們就一直往下往下往下 所以我們知道 在這個裡面 當你要說感謝的時候 隨後記者問他們 說你在這一分鐘裡面 有什麼樣的想法 藝人說 我在這一分鐘裡面 才知道 我要感謝的人有多多 我要感謝的事情有多多 親愛的弟兄姐妹 今天如果給你一分鐘 你要感謝的事情有多多 你要感謝的事情有多多 所以神不只創造萬物給我們 甚至 他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也安排了我們的 爸爸媽媽照顧我們 也安排了我們的 弟兄姐妹陪伴我們 甚至在我們成長的過程中 老師也給我們很多的啟示 在我們的教會裡面 也可以找到很好的屬靈夥伴 這些都是神的恩典 這些都是神的恩典 最後 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在我們的信仰當中 你要感謝的是神的救恩 神的救恩 彼得前書二章 二十四節章說 他被劃在木頭上 輕生淡淡了我們的罪 使我們既然在罪上 使就得以在意上活 因他受的鞭傷 我們便得了一子 今天神為了我們 掛在十字架上 為了我們釘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 你的生命是蒙神救贖 你的生命是蒙神救贖 在這一個感恩節的時刻 讓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想 在今年 我有什麼要感謝的 在我的信仰上 我們有什麼要感謝的 在我們的家庭裡面 我們有什麼要感謝的 最後跟大家分享一個故事 在2011年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這個報導 有一隻貓頭鷹 他的標題就寫著 比人類還知道感恩的貓頭鷹 這一隻貓頭鷹 在2007年的時候 他因為腳受傷 所以有一個非常愛動物的人 是就把他抱回來 到家裡照顧他 那他把他照顧了兩個月的時間 這隻貓頭鷹跟他的主人 稱為了好朋友 也跟他主人留養一隻貓咪 也跟他稱為了好朋友 兩個月後他的腳好了 這隻貓頭鷹就飛了 離開家裡 如果你是主人 你心裡會想什麼 他應該不會再回來了 會去過他的日子 可是呢 這隻貓頭鷹呢 他很特別 他因為他知道 是這個男主人照顧他的 所以呢 他抱持受人點滴 就應該擁權一抱的心態 他每一個月 他都會固定回來 來探訪男主人 而且 他不只會來探訪男主人 他還會帶伴手鷹 他帶什麼伴手鷹 他就是帶著他所咬的獵物 這些老鼠 而且他有時候會咬蛇 有時候會咬動物 那他都會把這個伴手鷹 送給他的男主人 跟送給那隻小蜂蜜 對這個貓頭鷹來說 他想要跟這個男主人 跟這個貓咪當好朋友 當好朋友 這個主人在睡覺的時候呢 這隻貓頭鷹 會停在那個男主人的身上 然後就在那邊咬他的 他要送給他的那個獵物 所以這個男主人說 他覺得他非常的困擾 可是對這隻貓頭鷹來說 他壞著什麼樣的心情 我就是要謝謝你 在那幾個月照顧我 我就是要謝謝你 在那幾個月照顧我 所以我們知道 當動物他們都會 跟照顧他的人 獵上感謝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跟應該 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會照顧我們的人 獵上感謝 會照顧我們的神 獵上感謝 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有太多事情 值得我們感謝 只是有時候 我們真的忽略 我們真的忽略 因為在這個感恩的季節 在這個感謝的季節 我們可以 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時時刻刻 向我們身邊 所有的事情 獵上感謝 我們一起來唱 今天的回音詩 在我們的周報十三頁 這首詩歌 它的歌名叫做 《陽光恩典》 其實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在我們的每一天 在我們的每一分鐘 如果你私事去思考 你自己是思想 你會發現 每一陣子 總都是神的恩典 都是神的註定 就算在我們遇到 可難的時候 神也提醒我們 要常常行 要常常行 我們一起 來唱這首歌 《陽光恩典》 多久的天 每一夜 每一分鐘 我仰望 你的恩典 晚安是在我心的事 你手手的步进入你的恩典 主耶稣你好心 主耶稣你那些美丽 吸尽我一切的罪念 为我死为我永远 思开我无尽的恩典 我能有什么给你啊 能报答你父亲爱家 回到我的亲爱身家 愿对不知全难的落下 我与幸福要忘记啊 考验小孩的心底生命啊 从此不再忧伤 不再沉传在耶稣外里 我用平安自由 希望 在首诗诗诗他说 每一天每一夜每一分钟 我遥望你的恩典 在患难时在我喜乐时 你双手令我进入你的恩典 主耶稣你保险 吸尽我一切的罪念 为我死为我而入泪 思给我无尽的恩典 但是他在后面的歌词 在他的副歌 他说我能有什么给你 报答你父亲爱家 其实每次当我听到这边的时候 我都会觉得很感动 因为我们真的 当你在看你的双手的时候 你觉得你能拿什么 到神的面前献给神 你觉得在你的生命当中 你有什么能够献给神 有时候我们觉得 我们这么微小 我们这么软弱 可是神却让最大的爱 他爱我们 在我们的每一分钟 在我们的每一天 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当你回头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 神都在你的生命当中 神都在你的生命当中 所以他后面提醒我们 我的心不要忘记 他的边上换来 我们有心的署名 在这个感恩的时刻 在这个感恩的时刻 愿我们都能记得 神的生命 神的爱 充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在我们的每一分钟 在每一刻 他都与我们同行 我们再次一起来唱这首歌 每一天每一夜每一分钟 每一天每一夜每一分钟 在我瞬间 我勇往你的恩典 南时才会 бор成一宝 让我生命我进入你的恩典 是耶稣保险 吸尽我理解的罪名 为我死 为我流泪 塞给我 无尽的恩典 我能有什么给你啊 我能有什么给你啊 能放到你腹底的墙 为他们的决定是家 我能有什么给你啊 眼泪不尽全能抵抗门下 我的心不要忘记啊 我能有什么给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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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伟大 再次经验你的恩典跟祝福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以你在白天你照阳光去走黑暗 以你在黑暗你制造星星 你在天上在那个浩大的宇宙中 你为我们放置了明亮的星星 让我们在迷路的时候 指引我们的方向 主当我们再次思考 自己所创造的万物时 我们再次看见自己的微笑 跟软弱 但是主 你却给我们这些软弱的人 最大的恩典跟祝福 在这个节日 我们要再次献上 我们的赞美跟感谢 谢谢你给我们最大的爱 我们要再次 把自己摆上在你的面前 愿意来使用我们 一位弟兄姐妹 成为别人的祝福 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赞美 我们这样祷告 都信奉耶稣基督圣明 阿们